大家好,我是阿飞 我们果园里呢 除了这个 鸡棕啊,还有一种 非常好吃的东西 也是一种菌类,它叫鸡棕花 它的味道和鸡棕呢 应该差不多 然后呢,只是个头比较小 比较难清洗 那这些呢,就是 我所说的鸡棕花了 比较嫩啊,就这么大 这里呢,也有很多 这些呢,都是啊 这样拿起来就行了 这样拿起来就行了 像豆芽一样 那这些鸡棕花呢 已经采了这么多了 今天呢,就挤了这么多 待会我好拿回去做个摊啊 它的那个缺点就是比较难洗啊 这个呢,是洗好的机动化啊 我们这边的做法呢,很简单的 就是烧一锅水 水里放点油,然后就这样直接煮 然后呢,只用加盐就可以了 其他的调料都不用加,只用加盐就行 这个已经可以了啊 这个 这个汤呢,已经做好了 我个人这个 和他们喜欢放点葱花啊 这个 味道呢,比那个 跟鸡棕一样的 但是那个 呃,摊的味道要比鸡棕要甜一点呢 再吃下这个小鸡棕啊 鸡棕花啊,应该说 口感和鸡棕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比鸡棕更大嚼一点 同样的,今天的饭呢 就是这个 鸡棕汤泡饭 鸡棕 嗯 什么 你 收 funk red 继续 先